第四部 萬代能募工與日本 FromSoftware公司的合作開發案 另一款作品就是曾經在 PS3 推出並大獲好評的奇幻動作 RPG 惡魔靈魂 將推出最新續篇《黑暗靈魂》 並去 2011 年內發售 《黑暗靈魂》將延續前代作品超高難度的傳統 要讓玩家感受到絕望的遊戲體驗 在前代作品中 玩家扮演無神一人前往惡魔巢穴 討伐魔物的勇者 只會面對惡魔一擊必殺的攻擊 加上層強難關的陷阱 使得遊戲難度大增 隨隨便便就會沒命 配譽為史上最難的動作 RPG 而這次《黑暗靈魂》還將變本加厲 遊戲難度會更高 玩家能在更廣闊的迷宮中探險 一方面要小心複雜的迷宮中隨時出現的致命陷阱 還要小心狡詐敵人的偷襲 讓遊戲充滿壓迫感 另外《黑暗靈魂》登場敵人也更兇悍 不到會撐群截隊一起偷襲 而且還未猛攻玩家的弱點 稍不小心就回歸離恨天 看來《黑暗靈魂》會是款更變態 更虐待玩家的遊戲呀 選擇 《黑暗靈魂》 《黑暗靈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